HELLO 各位亦店好朋友大家好 我們在2月26的時候呢 有吃了一顆風味非常好的鳳梨釋迦 那後來呢我們就取它的種子呢 要來做一個實驗 那這個實驗的名稱就是 如何從種子到果實 就是鳳梨釋迦如何從種子到果實 然後呢在一個月前 大概在5月17號的時候呢 我們把我們本來做黑卵盆盆子的一個苗呢 移到我們園子裡面來種子 那經過一個月了 有些好朋友呢 有私底下問我 那這兩顆苗現在目前的狀況如何呢 所以今天我就帶各位再來追蹤一下 我們鳳梨釋迦從種子到果實 這一系列的第四集 我們來看我們移植到園子裡面來的一個鳳梨釋迦苗 現在長的怎樣 好首先這是我們第一顆鳳梨釋迦的一個苗 然後我們在5月17的時候移植過來 那今天是中華民國111年的6月19號 那剛好呢 過了一個月又兩天 所以這顆苗呢 看起來還非常的健壯 而且 有已經有幾對葉了 1、2、3 4對葉了 有4.5對葉出來 那上面呢 也有一些新的葉子要長出來了 那看起來還蠻健康的 那我們現在呢 今天我們就來幫他做一個量測一下 看他現在的高度是多少 好那我們準備了這個鐵齒呢 來大約大致量一下他現在的高度大概多少 以這樣 耳目測來看現在大概有16公分高 16公分高 這是第一顆齁 那我們現在到第二顆去看一下 第二顆就種在我們第一顆 大約距離7公尺的部分的位置 喔 這一顆比較大 這顆看起來似乎長得比較好 1、2、3、4、5 有5對葉子的齁 有5對葉子的齁 有5對葉子 我們看一下 這顆如果把它扶正目測起來 應該有20 22公分 21至22公分齁 明顯的比剛剛第一顆還要好 齁長的明顯比剛剛第一顆還要好 那今天呢我們就要來做一個實驗齁 我們要來幫他做一個施肥 那既然這一顆長得比較好呢 那等一下我們這一顆呢 我們就幫他用 呃 羊分辨 我們用羊分辨幫他周圍呢 稍微整理一下 然後埋入羊分辨 來做一個紀錄齁 那另外一顆呢 剛剛那一顆 剛剛這一顆呢 長得比較矮小一點 喔 那我們就幫他準備了 這個有機化肥 粒肥 有機化肥 這是 呃 蛋鈴甲 蛋鈴甲是15比15比15的有機 有機化肥了齁 其實他也是化肥的一種 但他富含有機質啦齁 那蛋鈴甲是15比15比15 那我們分別呢 在這一顆 齁 的周圍 撕下這個化肥 齁 那另外那一顆呢 就撕下那個羊肥齁 就是羊分辨 那再過一兩個月呢 之後我們再來 呃 再來觀察一下 觀察一下到底是 呃 化肥比較有效呢 還是 羊分辨比較OK啦齁 當然 短期間內的效果呢 看不出來未來的一個 整體的狀況 不過 我們 因為這樣苗還小齁 我們為了讓他長大一點 長高一點 我們還是給他撕一點肥料好了 好的 那我就在這邊呢 幫他把旁邊的一些草 齁 一樣先把它拔掉 這顆我們剛剛講齁 他大概高度呢 是有差不多16公分高了齁 那我們因為他比較矮小 所以我們就用 用這化肥呢 一些些化肥給他齁 記得我們撕肥的時候齁 要離他根部一些距離齁 不能直接撕灑在他根部 而且化肥的適用齁 少量多餐 一次不要撕太多 好那我幫他在周圍呢 挖出了一個 那個撕肥的一個穴溝 環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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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個穴溝 那大致 大致就用這樣一個 一個蓋子 一個蓋子的肥料 平均的撕灑在他周圍就好了 好 不要太多齁 就這樣就已經非常多了齁 好蓋起來 然後再把這土壤呢 蓋上去 好最後呢 因為這幾天呢 呃 沒有下雨了齁 沒有下雨了 沒有下雨了 所以我們給他一點點的水 好就這樣就好了 那接下來呢 我們到前頭的前頭那邊的第二顆 我們去幫他私用一些羊糞便 走吧 好 那我們先來整理一下 這一顆的一個 周圍的一個 雜草的一個拔櫥 那我們剛剛呢 對這一顆的量測呢 大概 這顆目前啊 用這個尺 大約啦 他的高度有 22公分 那因為他比較高 比較大 我們考慮呢 我們不要用化肥 我們用羊糞便 我們一樣要在他周圍 挖一個 那個施肥的一個環狀的一個 血溝來施肥 好 我過去取一下羊糞便 好 這個呢 是羊糞便 喔 羊糞便原來是一顆小小圓圓的 那因為他已經充分的腐熟了 喔 他已經腐熟了喔 所以呢 他就已經 就是怎麼講 灰 就已經變成那個粉狀了 粉末狀了 喔 粉末狀了 這樣的肥喔 灑下去之後 比較不會 有肥傷啊 因為他不會在 比較不會 那個 在發酵的時候 比較不會有熱度出來 他已經發酵過了 就這一 就這一個 圓敲的一個量 把他平均撕灑在他周圍 好 之後一樣用這個土 再把他覆蓋起來 好 覆蓋起來之後 一樣 給他一點水 好 我們這兩顆的一個 實驗中的鳳梨絲架 喔 如何從種子到果實的一個實驗的一個 過程中的一個絲肥 喔 我們就這樣記錄 這一顆 是比較靠北側的 鳳梨絲架苗 目前高度有22公分高 我們在今天 中華民國111年的 呃 6月19號 我們試用了羊糞便的 一個肥料 算是 有機的肥料 羊糞便 那另外一顆呢 另外一顆 喔 叫剛剛這顆 目前他的高度呢 目前他的高度是 剛剛兩側下來是有 16公分高 比較小 那他是比較位於 比較南側的這顆 我們試用的是化學肥料 有機化肥 他是含有機質化學肥料 雖然是含有機 不過他還是化學肥料 那我們試用了一瓶鈣 那個 那個 礦泉水 6000C礦泉水 那種一瓶鈣 在他周圍做那個血濕 那我們一樣 試完之後幫他做一個 附土跟澆水 那我們兩個月之後 我們再來觀察 大概兩個月了 或一兩個月後 下次再觀察看 到底是試用化肥的 長個快 還是試用養肥的長個快 那我們下次呢 下一集我們再來把這個 答案揭曉 順便做一個觀察跟紀錄 好那今天呢 這兩顆 這兩顆那個 我們實驗中的一個鳳梨思家呢 我們就記錄分享到這邊 那因為有好有好多朋友 在追蹤這兩顆的進度了 所以呢 我就再花點時間 把他們呢 記錄下來 那分享給各位看 那今天分享就到這邊了 我們下次見 拜拜